3月20日G20会议的第二天 一起来看一下周二的外汇市场潜在推动者吧 瑞士2月份贸易收支于上午7点钟出炉 1月份贸易顺差大幅下跌至13年2亿瑞士法郎 触及了数年新低 接下来在9点半将会发布几个英国2月份的经济数据 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CPI报告 1月份整体通货膨胀率维持在3%不变 同一时间发布的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 1月份进口物价上涨0.7% 而出口物价近上涨0.1% 欧元区和德国3月份ZEW经济景气指数 将于10点钟发布 整个欧元区和德国的数据都显示 2月份经济出现了收窄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2点半将会发布 加拿大1月份的批发销售额 继两个月的上涨之后 12月份的销售额意外下跌至630亿美元 最后在下午3点钟发布的是欧元区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该指数从17年的高位1.4下跌 但仍连续三个月保持在零水平之上 我是杰克·埃布里特 您正在收看的是星期二的经济之力 再见